自从胖达人事件爆发以来,小S一直备受困扰,甚至有传言称,胖达人已经影响到了他的代言工作和康熙来了的收视。 不过昨天身处漩涡中心的小S出现在北京,为自己代言的品牌站台宣传,高调证明了自己代言女王的地位不倒,全场笑容满面,豪放作风依旧。 19日下午,小S宣传北京某大型超市出席某品牌行业代言活动,最近身受老公徐亚军公公许庆祥的胖达人内线交易风波影响,小S连带也丢失了好多工作和代言机会,所以这次来内地捞金,他的表现相当卖力。 顺着品牌颜色紧身联姻群的他,在北京的寒风中站足半个小时,会程中积极配合品牌安排的与消费者的互动,并且在实验结果出来之后,兑现承诺基文品牌工作人员。 虽然在整个过程中,小S不改犀利本色,诙谐幽默的言语令现场笑声连连,但是活动一结束,小S便迅速上车,扬长而去。 既没有接受媒体群访,也没有接受媒体的专访,哎,在眼下这个说什么都有可能错的紧要关头,沉默才是最好的应对,不过我说S啊,以后接代言可要长点心哦,又亲不认虽然不尽人情,但至少不会像现在这样,有了麻烦也有口难言呀。 。